我们也愿意把这个空间开放给所有的候选人 让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来看看 授出虚拟总部提供给各参选人交流平台 台北市长参选人黄先生 找来前市府顾问翟本桥公布智慧城市证件 鼓励以实名制在网路讨论市政为自己言论负责 更要民进党对手陈时中出来面对 陈时中先生说他没有党很好啊 但是要告诉我们一样当你是谁党的 说有没有做自己最清楚 过去慈激跟北市府采购疫苗卡关 黄先生明指这一关就是中央政府的关 一天内接连炮轰 先批陈时中会遭天遣 你们如果要赚钱 关高端什么要赚钱 没关系谋财就好了 但是你不进疫苗这叫害命 如果有人这样子做 他真的必遭天遣 在po文抨击陈时中 根本把苦等疫苗的台湾人 当成没记忆的鲸鱼 国民党讲万安也直指陈时中 就是黑箱 陈时中不是疯子 但人民也不是傻子 你就是不愿公开 有太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真的是罔顾人民非常恶劣 我想人都是有情绪的 像我挡疫苗就好像 当我们自己自费武功一样 黄市长进来有一些批评 其实他自己就有一点逻辑 有一些混乱 高端疫苗也要用300万剂左右 这些都是有需要的人在用 那如果让他们用不到 那才真的是会伤害到这些人的身体 纸蓝牌联手 疫苗采购就是重提 陈时中或许自认委屈 倒是辞济 一纸声明稿 只谢蔡总统不提陈时中 有没有党疫苗 尽在不眼中 TVBS新闻张家宝 高盛行李平一 SNG小组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